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的这只又是一只奇奇怪怪的笔了嗯啊基本上你们给我发了我就做了 就是我我是这么想的啊那个这次的话而且还是英雄的然后373 嗯好像度的还不是特别的好好那个哎呦这种笔我真不知道我把这几我真我每次嘛嗯你然后让我做这个笔倒是无所谓了但是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对比我这没放到明显明显是两个世界的呃我真不知道怎么怎么去对比的那个大小还是我们例行公司一式一式一式的看一下吧我这每一支笔是 这么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么呃这么零呃小巧啊还是把这直接拿出来吧我把笔给放好一点啊然后这个放下面吧 好那暂且当作它是一个短杆吧可以吧 可以这个好 好那暂且先当作是一个短杆然后呢 这个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啊他的这个反正就是还没到那个中 中国尺寸但是其实这个这个粗细就比中国尺寸出那么一点 然后这个笔尺寸是 怎么开的哦哦我去 我以为反过来我我一开始想以为笔尖是在这里结果是在这里 应该是这么用的吧但 好小哦这个笔那你看是架不住了这个这肯定要插这个帽了插这个帽这两个翅膀嗯行吧行吧我们继续这个呃好 这这支先放回去吧这个 这个这个笔尖因为那个是一体尖了没没什么好对比我觉得 呃这个 可以哪能看到了这个笔尖笔跟就26号的笔尖了跟百丽金的那个笔尖是差不多反正不到不小这样子 呃不是不大不大反正就一个小尖搞错了搞错了 嗯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 笔吧哎 一言难尽了就像那个那哪一套那个 就是 一言难尽真的一言难尽 好那个看一下一个重量吧真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个笔 好那个 呃 看一下这个重量啊 5.3那肯定破史上最轻的一个记录了即使盖帽 3.5的一个重量我记得前几个视频有一个那个哪一支是7.7那只是最轻了 然后这次5.3又刷新的记录了这个应该 人比这个轻的应该很难了然后这只 比还挺小的好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度吧 长度的话是这样子我没太懂为什么会有这个的飞机间呢是 儿童干笔模模的我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去理解了 呃117的一个长度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要要算算上这个帽的长度来量了 因为那个儿童的手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像我的手必须该帽才能用 132.58这样子那 不然的话你看应该11都不到而果然是102 103吧这样子一个长度 太短了这个这个笔 好那个我们一样的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吧那笔尖的话我 我觉得应该不用抱很大的一个希望了首先那个便宜的笔的话 呃除非是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笔了不然的话其实 这类的笔通常看这个样子像给儿童用的话 嗯怎么讲呢基本上都是 更多是造型了然后这个的话 中间的那个黑块应该是四过末了我觉得是 然后再下来啊上面写一个 英雄啊hero 然后这个笔的话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上面的是一个 一粒还是反正就平常的那种吧 有点圆然后这个有点像个屁股头的这样子那这类的话好处就是不不会刮指 然后 再下来的话中锋你看我手哪能看到有点透的那触摸估计 也是挺大的所以说笔尖的一个数字上面来讲就不用想太多了 呃基本上不抱以希望可以这么去讲 嗯 在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状况啊 首先这个笔啊一个 痕迹然后 还有没有了我看一下 啊这里我左手这边 不知道你看有个黑点小黑点 然后这个绿好像有点挺透的啊 啊然后这里看到 没有对准然后不起然后错位了就中间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 有点有点小歌手这个尖尖的地方没有倒角 再下来了这个 这里这些细节的部分吧你看这里 就是水口没有除好 呃分啊分魔的那个地方吗没有除好这个就多余的一个水口 再下来了这里的话就是 是对这几个尖尖的地方其实有点割手有小朋友吗真的要小心一点这个你看这个 真真真割手这个你看 哎呀这个哎你看花我这么一弄就我这里 再弄一下你看 有点那个我还是轻轻的一下这个有点真真真的割手的这个 要小心 然后再下来是 呃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小装饰的一些 就这样凹凸的纹 这种 一排排的纹 然后笔握的话我这么拿 也可以但是你看我手就好像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感觉我快要拿拳头了这种感觉 我还是放上去吧我我用可能可能真的不行 倒叉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理你看这个 就是它是能松动的正常倒叉的话应该是不松动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 嗯 真的能讲就不多了这只笔啊 呃你们是想看什么了这次也真的没看懂 呃再下来的话 嗯 应该没了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品控上面来讲的话 我记得它是三个颜色了我就随便选了一个绿色的 嗯通透度的话啊还有一个可以看的就是它的这个通透度 来看一下这个通透度 因为它是不是黑色所以不会特别明显了 如果像左边的如果你黑色这个通透度要做成这样子是非常难的你看这个 这个还是能看到有点虚 如果是黑色的话估计就 不敢想 好吧我们先来上一下墨吧我觉得 啊上面这个还有这个哎呀忘了 上面这个其实有点拖度了不知道是你看 上面其实是有点小拖度了你看这啊这里就没这样子明显你看 然后还度一下我就没太懂是什么原因了这个这个笔到底是什么定位了 然后这个的话哎呀你看 我 我觉得这个我我试一下 呃这个已经 啊可以可以能能上一点水能上一点水可以 然后你看这个 呃太软了我一开始还担心说 他那个上不了水结果还是可以上的 不错不错好评好评 可以能上水 但这一种的话 我卡位口以前也是用这个就是那个 中文我不知道就是那个短杆笔的黄铜的那只 德国的是德国吗好像是德国的就是那个 运动杆sport系列的那个短杆我之前做过的有观众叫我重做但是那只笔我已经卖了 就没办没办法做了 除非说你们想看卡位口别的一个笔啊 那可以加我微信跟我讲一下 呃好这一支是英雄 哦 好像这个 嗯 等一下我试一下 奇怪了刚刚 刚刚你们看到墨油上的放到前面看的话应该是有啊 好像还是直接沾墨你看哎啊可以的 我好像要用点力 好像用点力才可以 对要轻轻的好像不太想要用点力 然后那个英雄373然后出没啊你 挺不稳定的说实话这个这个出没你看这个八字一个粗细都不太一样 然后轻轻几下然后重的 倒是弹性是有一点你看这这弹性玩一玩还是有 呃再下来我看一下 有点非有非白了刚刚刚刚这笔非白了然后 这个真的是 呃使用使用体验真的有点糟糕这个 呃 日用的话真的有点难如果是 小朋友的话应该是用一些相对来讲质量比较稳定的一个东西了 那顺便那个 呃对比一下这个 这个他这个出没你看有些好像 干了就没干你看这个呃不是非常稳定的真的 看别的都正常原子笔吗你看非常稳定 你看这个很稳定这个就不太稳定 这个笔尖果然跟想象中一样 呃然后再下来是 啊那我先写完了 好那你看这个零粗细的话它是一个零点五的粗细了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吧我觉得我这个 评出完一遍感觉好心累了 呃不过你们想看那你们看完了现在估计你们想不想吗我就不知道了好那倒是拿来放在 你弄个架子然后变成一个 把它改一改然后放在这边然后好像有点装饰品啊倒是也不错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